嗨 現在是2月10號的早上8點鐘 那我們現在人在武林農場 今天是我們在這裡露營的第一天喔 那我們昨天1點半的時候就開車前往來這邊 開了差不多4個多小時吧 中途還暈車了3次 吐了3次 差點死在路上 那現在這邊只有4度 你看我穿成這樣 整個包起來 超級冷的 那我也想不到要講什麼 我渡早餓去吃早餐吧 吃完早餐啦 現在就是我爸我媽在那裡 然後這邊是我們空空的營地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把它打起來啦 我們要進去補眠一下啦 我們要進去補眠一下啦 因為我們昨天晚上都沒怎麼睡啊 那補眠完以後我們就要去看現在最漂亮的櫻花啦 那我們就下一個畫面見啦 嗨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2點23分 我們全家已經睡飽啦 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叫做陽光草原 那等一下要前往的地方叫茶莊 我們要去賞現在最漂亮的櫻花 那我們就等一下櫻花樹下見啦 來吧 哇 這裡櫻花超多耶 這裡還沒到茶莊 只在路上而已耶 在管制的人員就是他不讓車停在這裡 所以我爸就把我們兩個先放在這邊拍照了 哇 很多啊這裡 想賞硬的可以趁2月10號左右的時候趕快來 要不然之後下雨了可能就全部掉光了 太遠了啦 有猴子啊 是米猴耶 太靠近他他會 會攻擊 衝上搖子 你要講一下你上次遇到猴子的故事嗎 柯山無鷹腳要準備好 還有泳村的那個 在那裡 在那裡 準備喔 準備 來囉 來囉 我們離他越來越近囉 不敢太靠近 嗨 嗨 嗨 喔唷 欸 我好像喝啤酒 紅酒酒 嗨 他是要攻擊的是不是 嘴巴開開 好像想說他可愛又不太對 他一點也不可愛 屁股要醜 你看他屁股那人坐過了桌子 你敢坐 喔 這顆很多耶 哇 滿山蠻古 啊 黑掉了 怎麼黑了 我們到了茶莊的櫻花道 給大家看一下 哇 一整片都是啊 吃梅花 還有蜜蜂 是 好啦 那我們現在要回去吃午餐啦 我們今天第一天出來呢 其實是先探一下路 然後知道哪邊比較漂亮以後 明天再出來好好看一下 那我們就回去吃飯啦 掰掰 你要幹嘛 我找到一個好玩的東西 這好茂密喔 這根本是空心菜吧 它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 好啦 我們現在回到營地了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的4點40分喔 那我們現在要吃這個 不知道是午餐還是晚餐的餐 那我們要吃的是烤鴨 然後配上燙青菜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進食啦 嗨 大家 我們現在吃完午餐啦 那我現在人是在帳篷裡面 然後這邊照明就一個 小小會放音樂的小夜燈 所以比較暗一點 那這邊要給大家秀一下 特別帶來這個東西 烤爐 這個超溫暖的耶 你知道外面 現在溫度超級低啦 就是你坐在那邊 也會一直皮皮刷 皮皮刷這樣 而且武林這邊的 武林 不是武林 武林農場這邊的風啊 很調皮 就是 只要你衣服上這些有縫的地方 它就會這樣 鑽進去鑽進去 就會讓你一直抖一直抖 我爸開燈了 好啦 我們現在吃飽耶 有點想睡了 養足精神以後晚上再去上夜鷹吧 好 晚安 嗨 現在是晚上的8點15分 那我們現在要出發去看 只有住在這邊的人 晚上才能看到的夜鷹喔 聽說這邊是 夜鷹是會打兩排燈啊 怎麼亮起來 對啊 我們很漂亮 那我們大家期待一下 我現在也站在櫻花樹下 雖然是還沒開的 呵呵 站在枯枝下面 這是花苞 是花苞嗎 嗯 可能過兩天 等再過幾天它就開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不是最多的季節了 再過幾天可能更多 對 現在是櫻花季剛開始了 喔 好 那我們就夜鷹的地方見啦 期待一下 到了到了 我們到了喔 而且超級漂亮的 我轉過去給你們看一下 哇 這比白天還漂亮啊 整個櫻花都亮起來了耶 整個晚上裡面就櫻花樹在亮耶 其他都沒什麼東西在亮 我的車亮起來 你的車亮起來 呵呵呵 好 我們走過去看一下吧 哇 我覺得晚上比白天還漂亮耶 而且我發現它燈不是白色 它是用粉紅色來照 這才會整片那麼好 酷喔 好啦 那我們就往前走看看吧 哇 好像來到日本耶 哇 我覺得往上看超漂亮耶 白天看好像還洗洗洗洗洗那種感覺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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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像日本才會出現的畫面喔 好啦 我們在最後看一眼這個夜鷹 就要回去我們的露營區啦 因為明天就沒有機會看到這個夜鷹了 我們明天可能下午估計就會離城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回露營區啦 是黑熊的招牌 哇 拍不到 太黑了 拍到那兩隻熊喔 這好可怕喔 這好像兩個鬼喔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白天去看了白天的櫻花 剛剛去看了晚上的夜鷹 那不知道你喜歡的是白天的還是晚上的版本呢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晚上的啦 我覺得那個粉紅色的燈照上去以後 那個櫻花樹的櫻花看起來變得更茂密 看起來更多了 然後也更有那個隆重的感覺 白天看的時候感覺好像稀稀疏疏的對不對 那它沒有很多這樣 你比較喜歡白天還是晚上的東西 你也喜歡晚上的 那不知道你們觀眾喜歡的是白天還是晚上的呢 我自己個人是推晚上的啦 大家可以晚上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處理晚餐要幹活啦 OK 那掰掰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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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